在台湾的航空工业发展历程中 涌现了如AT、三喷气教练机与IDF战斗机等杰出成就 彰显了其在航空技术领域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 技术上标志着台湾航空工业的辉煌成就 然而特定的政治环境却成为束缚 限制了台湾航空工业向外拓展市场的步伐 自上世纪90年代IDF战斗机停产以来 随着全球空军采购趋势的变迁 台湾的航空工业似乎步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近年来台湾重新点燃了航空工业复兴的火花 退出了AT、吴永英高级教练机项目 这一举措表面上看似是对以往战斗机研发路径的某种回溯 实则预含了深刻的战略转型 即从教练机为起点探索轻型战斗机的发展之路 此模式在韩国以获巨大成功 即以教练机为基石 逐步攀登至轻型战斗机的制造高峰 进而在全球战斗机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永英高级教练机技术日益完善 台湾正计划将其进一步升级为 具备外销潜力的战斗机 旨在填补本土空军对专业高级教练机的迫切需求 当前 尽管台湾空军已装备多种教练机型 但日常训练仍高度依赖如F5F F16B 幻象2000级IDF双座型等兼具作战能力的战斗机 尽管这些机型在紧急情况下 能迅速转化为战斗力 但其高昂的采购与运营成本 使得频繁用于训练显得颇为奢侈 因此采用诸如英国英式 美国T7红英 俄罗斯亚克130 及意大利M346等成本效益更高 寿命周期更长的专用高级教练机进行训练 成为更为理性的选择 此举不仅能有效节约资源 提升训练效率 为空军培养更多精英飞行员 也为台湾航空工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教练机在飞行员培养体系中 占据核心地位 尤其是高级教练机 它标志着飞行员训练的最后冲刺阶段 飞行员需通过高级教练机的严格训练 方能胜任实战任务 因此 高级教练机在设计上 需高度模拟实战战斗机 不仅需具备武器携带能力 以进行攻击训练 还需在驾驶性能上 接近甚至超越一线战斗机 以满足多样化的作战需求 正因如此 高级教练机 被视为战斗机研发的重要基石 甚至赋予其 执行多种作战任务的能力 如反游机 近地支援及空中巡逻等 现在永鹰陆续交接给空军 并进行各种性能测试 永鹰的地面检查程序非常严谨 在地面式车时 冷气系统 也会像一般空调那样 产生冷凝水 在起飞前将座舱加压 并将冷凝水排出 喷出水汽的动作 有点像起飞前的仪式感 这也是永鹰的一大特色 现在的永鹰飞行训练 不仅让飞行员熟悉机矿 还会在空中执行各种科目 确认飞机的性能数据 为后续教学提供数据支持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空军也已经开始准备 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即培训更多的种子教官 参与培训的飞行员 均已具备教官资格 除了原先的六位教官 并有18人加入永鹰团队 转换机种对飞行员来说 既是技术上的挑战 也是心态上的考验 首要的任务 是完成教官的培训工作 制定标准的操作程序 和训练手册 确保新教官 能够顺利带领学员 这18位教官 在6位资深教官的带领下 已经开始各种飞行训练 除了模拟器飞行 现在他们也要开始 熟悉实际操作原因 面对国际市场上 难以采购到 理想高级教练机的困境 加之美国在政治考量下 对交易的保守态度 台湾依然选择了 自主创新的道路 致力于永鹰高级教练机的 研发与生产 这不仅是对外部限制的 积极回应 更是台湾航空工业自强不息 追求卓越精神的生动体现 尽管教练机在技术上 相较于战斗机而言 难度稍低 但这并未限制 其广阔的发展潜力 众多卓越战斗机的诞生 正是源自于教练机平台的 深化改造 比如韩国的KF-21猎鹰战斗机 便是对替 武林精英教练机的成功延续 因此 自主研发教练机 不仅是航空技术升级的 重要途径 也是加速战斗机能力发展的 有效策略 台湾在自主研发战斗机方面 展现了实力 通过IDF战斗机的成功研制 已得到充分证明 当前 台湾正通过新一代教练机的 自主研发力求进一步突破 旨在开发更为先进的战斗机 逐步取代日渐老化的IDF机群 用英高级教练机的问世 证实这一战略方向的实践成果 该机型不仅在巴黎航展上 首次经验亮相 向世界展示了台湾航空工业的辉煌成就 其高度自主化的设计 图纸绘制及生产组装流程 也标志着台湾在飞行控制 航空电子 软件集成等关键领域 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在性能方面 永英凭借先进引擎 与台湾自主设计机体的完美结合 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 特别是在飞行速度上 展现了非凡能力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永英高校机在设计之初 便预留了向战斗机转型的潜力 具备充足的武器挂在空间 和广泛的武器适配性 当前已知的武器配置 以涵盖多种高性能导弹与炸弹 预示着其未来升级版本 将拥有更加丰富的武器选项 这一前瞻性设计 不仅彰显了台湾航空工业的战略眼光 也为永英 未来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热门产品 奠定了基础 永英项目的成功 无疑是台湾自主研发战斗机能力的 一次有力证明 若能在全球市场中 占得一席之地 这将是台湾自主武器制造技术 跻身世界前列的重要标志 然而 对于台湾而言 永英的价值远不止于商业成功 更在于其对提升 本土军事实力的深远意义 尽管官方尚未公布具体订单情况 市场对其反响尚存猜测 但根据非官方信息 永英有望赢得重大订单 进一步验证其市场竞争力 总之 永英高级教练机的成功 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运 更是台湾航空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次精彩绽放 无论其未来市场走向如何 其对于台湾军事实力的提升作用 已无可替代 永英 虽初始定位于教练机 其卓越的武器搭载能力 及顶尖配置 以使其性能 足以与部分战斗机比肩 为促使永英至少达到F-16级别的性能水准 基于IDF的强化升级 显得尤为关键 一旦实现 台湾空军的现代化装备升级 将迈入战新阶段 当前 台湾已着手引进F-16B等先进战机 逐步替换老旧的幻象2000等机型 届时 IDF将成为唯一一流的故事装备 因此 永英若达成预定性能标准 台湾空军的整体实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尽管如此 台湾空军装备体系仍存短板 尤其是第五代战斗机 与新一代轰炸机的空缺 鉴于自主研发此类高端战机的技术壁垒 台湾目前尚不具备独立制造能力 只能寄往于外部采购 遗憾的是 美国作为潜在供应方 态度模糊 限制了台湾空军实力的进一步跃升 台湾在自主研发 第五代战斗机道路上遭遇的主要障碍 集中在隐身技术等核心领域 若能在此类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自主研发之路将豁然开朗 永英高效机的研发之所以备受关注 不仅因其在全球自主研发 第五代高级教练机领域的稀缺性 更意味它象征着台湾航空工业 与军事科技的重大进步 永英作为全球第七款 迈入第五代高级喷气教练机行列的佼佼者 其设计精髓在于大边调逸 前缘根部延伸面及一体化机身的融合 这些创新赋予了它高机动性 和高功效下的卓越气动性能 其飞行控制系统的心脏 是先进的线船飞控系统 而驾驶舱内 数位化全玻璃显示器 则引领了技术潮流 这是第四代教练机难以企及的高度 此外 第五代教练机还融入了前沿的操作设计 和控制器软硬件 确保能够精准模拟 从第四代到四 五代乃至第五代战斗机的操作环境 如F-16A的经典第四代 与F-16B的进阶四 五代乃至五代特性 永英高级教练机的研发历程 可追溯至21世纪初 彼时台湾空军为强化训练体系 决心替换老旧的AT-3与F-5机型 在此背景下 台湾启动了基于金国号战斗机 高公角气动布局的T-5再设计计划 并对AT-3实施升级 诞生了AT-3MAX 这一时期 全球高级教练机市场风起云涌 用英项与意大利阿赖尼亚 马基的F-346 韩国航空宇航的T-50等抢手 同台竞技 争夺66架订单的大蛋糕 这场竞争 突显了全球 对提升飞行员训练质量 装备先进教练机的迫切需求 2008年 汉翔航空与阿莱尼亚 马基的合作探索拉开序幕 双方就M-346项目展开初步接触 4年 阿莱尼亚 马基高层侵服台湾 深化合作对话 至2014年 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明确了在台湾本土生产M-346的愿景 随后 在2015年的高级教练机招标中 台湾空军广泛征集信息 汉翔航空 阿莱尼亚 马基及韩国航空宇航等纷纷亮相 展会期间 汉翔不仅展示了T-5与AT-3MAX的模型 还分享了M-346的实物与资料 阿莱尼亚 马基一派团驻阵 共同见证了这一航空盛世 自2016年起 台湾的航空研发领域 正式启动了这一创新项目的研发计划 2017年2月7日 新型高级教练机项目的委托制造协议 与合作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紧接着同年4月25日 中山科学研究院 与汉翔航空工业股费有限公司 正式签约 明确了中山科学研究院 负责节库设计 而汉翔航空则作为主承包商 承担起生产66架T-5高级教练机的重任 合同金额高达686 4亿元新台币 进入2018年3月 项目成功跨越了关键设计审查阶段 并规划了4架原型测试机的制造蓝图 包括两架飞行测试机 E与A2 及两架结构测试机 T-E与T2 首架原型机A1的装配工作 于同年6月1日正式启动 随着项目的推进 2019年6月 英国公司开始向项目供应 起落架系统等关键组建 同年9月24日 在台中杀戮的汉翔工厂区内 勇英高级教练机 迎来了其盛大的出场仪式 时间转至2020年 勇英高级教练机 在5月顺利通过了 飞行前的全面准备审查 6月10日上午9时34分 编号为11001的勇英高级教练机 腾空而起 执行了历史性的首飞任务 2021年11月 勇英高级教练机的交付计划 已出具雏形 根据规划 首批两架飞机 于2021年底交付 随后几年内 将按年度递增交付数量 直至2026年 完成全部66架飞机的交付任务 此外 项目还涵盖了26套 地面辅助训练系统的供应 旨在全面提升飞行员 培训效率与质量 至2022年5月 已启动首批 新高级教练机教官的 换训工作 勇英设计深置于 经国号战斗机的深厚基础 毕竟超过80%的修改与优化 融入21世纪尖端技术 包括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 有效减轻了机身重量 并增强了结构坚固性 尤为关键的是 其飞行控制系统与航电软件 均为台湾本土研发 确保了后续软件升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值得提及的是 昔日AT三所装备的F124-200W发动机 由汉翔与美国ITEC公司合研 拥有6300磅的最大推力 这款引擎同样被意大利M346教练机采用 鉴于M346在轻载状态下可达1 2马赫的速度与1470公里的远航能力 永应亦被寄予厚望 预计其轻载急速将同样出类拔萃 足以满足高速穿越复杂战区的战略需求 台湾中研院引领的高级教练机 自主研发计划 不仅稳固了相关供应链企业的长期订单 更为未来30年的维护与并营业务 开辟了新境 此举不仅保留了本土航空研发实力 还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有效抵御了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尽管自研之路成本不菲 但其对人才培养 工业升级及军事能力的长远贡献 却是无法估量的 在欧洲通过交换闲置的A400M运输机 以获取高级教练机的策略 展现了一种经济高效的资源调配方式 A400M运输机的引入 对台湾而言是性价比极高的升级 相较于洛格西德马丁公司 报价高昂且交付延迟的C130J A400M不仅载重翻倍 航程更远 性能卓越 且拍卖价格仅为2700万美元一架 及时交付更是其一大优势 此举不仅大幅节约了开支 还提升了T5教练机的生产效率 与后期维护的经济性 全方位强化了台湾空军的战略运输 与部署能力 这一策略的实施 充分展示了台湾在军事采购中的策略智慧 与敏锐洞察 为现代化与战略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